第十集 大家正在坐席,杜九妹跟杜八郎编到厨房,见锅里有留下的饭菜,也不顾菜热,大口大口吃肉。 这是杜九妹重生以来吃得最舒心,最好吃的一顿饭。 虽说在姥姥家住了一段时间,吃得也不错,但毕竟是在亲戚家里,有种寄人临下的感觉。 现在杜九妹的心情和那时截然不同,这是自己的家,身边都是自己的亲人。 杜八郎把碗里的肉夹给杜九妹,杜九妹胃口小,吃不下,笑道。 八哥,小九吃不完,你吃点吧。 杜八郎看着妹妹碗里的炖肉,咽了咽口水,摇摇头道。 小九,你多吃一点,好长个子,长得跟胖花姐一样,就不会轻易生病了。 哎哟,孙奶奶家的胖花姐,还是算了吧,身体壮硕是很健康,可却找不到婆家了。 她虽然不想要瘦成一道闪电的身材,但也不想成为白白胖胖的大馒头。 杜九妹把碗里的肉夹给杜八郎,道。 八哥,我吃饱了,这些都给你吃吧,八哥长得高了,长大了,可以给小九弄更多好吃的。 杜八郎知道杜九妹的胃口不大,吃了两块肉,道。 剩下的留给你晚上吃,这孩子特别懂事,没想着吃毒食。 大约一个时辰之后,外面的酒宴才结束,大人小孩吃得肚子圆圆,尤其是刘桂花、吴翠花、盐河花这三个肘里,几乎吃了半桌子菜。 众人吃完饭,跟杨氏说了客气话,便纷纷回家。 杜老太爷看着家前屋后,整理得不错,点点头道。 大山媳妇,你再苦几年,等五郎长大,娶了媳妇,你就可以享福了。 杨氏微微红了眼睛,点点头道。 多谢大爷爷,我会好好教导孩子们,等孩子成家立业之后,我就能享福了。 王李正复和道 大山媳妇,你好日子,还在后头呢,以后有什么难事,就让五郎过来找我们,能帮的,我一定帮。 杜五郎行礼道谢道 多谢王李正,组长他爷爷。 当初分家的时候,若是没有这两位的帮忙,绝对不会这么顺利。 以后他勤快点,过好了日子,定要好好报答这两位长辈。 好,好。 拍拍杜五郎的肩膀,林老太爷打了个酒阁,面带笑容,告辞离开。 大虎媳妇和杨氏关系不错,帮着忙前忙后收拾碗筷。 娘几个洗漱干净之后,分好,这些都要还给村里人的。 收拾好东西,各自归还之后,华氏缓缓说道。 玉儿啊,撑过这段时间,就能过上好日子了。 田里的事情,你别担心,你爹和你两个哥哥,回来帮你收拾利索的。 两家离得不远,有什么事情,叫人送个口信。 杨氏点点头道,知道了,娘,以后我们娘几个过日子,没有人欺负我们,舒心着呢。 分家之后,杨氏仿佛感觉到压在身上的大衫消失了,白天不用卖力干重活,晚上也可以安全放松入睡。 对了,两个侄女,要是想学绣花,让她们过来,我定会好好教她们的。 杨氏笑道,这段时间,娘家帮她出钱出力,两个嫂子也没说什么,这份情,她记在心里了。 杨大舅妈一听,很是高兴,她家闺女今年十四了,正准备说婆家呢,有了一首绣活,到了婆家也有安生立命的本钱。 比起下地干活,在家里绣花做家务,这些活比较轻松。 那就多谢小妹了,过几日,我就让她们过来跟你学绣活。 杨大舅妈虽然觉得越快越好,可也知道小姑子这边刚安顿下来,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,这几天估计没空。 那好啊,杨氏映下。 送走了娘家人,关上大门之后,家里只剩下娘五个。 杜妻妹赶紧给娘亲倒了一杯水,道。 娘,您今天累坏了,赶紧喝杯水,下午好好休息。 杨氏的确很累,也不推辞,接过一碗温水,几口喝光,长舒几口气,整个身子轻飘飘的。 走,趁现在,我还有精神,咱们去把今天村民们带来的贺礼整理一下。 有了这些东西,我们这段时间不要花钱了。 杨氏笑道,带着孩子们去了杂物房。 乡亲们都不是有钱的人家,平日里送礼也不过十文到五十文钱,或者几斤高粱面,或者几个鸡蛋。 一番整理,总共有五十多斤的高粱面,五百文钱。 还有四十五个鸡蛋,家里还剩了两斤肥肉,晚上炼成猪油,留着炒菜。 杨氏摸摸怀里的荷包,这里面有二两银子,七七八八,大约三两银子。 前省点过,能用半年了,明日她就去县城里,找点绣活做做,凑上几两银子,做押金。 杜九妹跟着杜七妹在收拾厨房的时候,有了一个重大的发现,家里的两坛酒还剩下半坛子, 大约还有三四斤。 哎哟,这可是好东西啊,没有粮食酿酒,但若是有现成的酒,也可以深加工一下。 放点碾碎的酒果和干净的桃花,糖,埋在地下半个月,就可以成为为美美的桃花酒。 想到屋里的桃冠里,还有昨天八哥折回来的桃花,杜九妹小心翼翼把几株已经盛开的桃花全都摘了下来。 又从传家之宝玉佩空间里摘了一个酒果。 放在蒜袖子里碾碎了,核桃花瓣,连同橱柜瓦罐里的二两颜色有点黄的糖,一起放入酒坛子里。 趁着哥哥姐姐不注意,杜九妹把酒坛子放到厨房的柜子里面。 家里没人会喝酒,一时半会儿没人想起还剩下几斤酒。 杜九妹拿着小铲子,在后院墙角阴凉处。 坑坑吱吱吱挖了一个一尺见方的泥坑,酒坛子有点大,虽然可以放进去,但离地面很近,这样不能保证泥土下面的温度。 就在这时,杜五郎去后院的茅房,见妹妹跟个泥猴似的,连忙问道。 小九,你这是做什么? 杜九妹一愣,哎,还是被抓包了,找了个别角的借口。 五哥,我听人说了,把酒坛子埋在泥土里,里面的酒会越来越好。 杜五郎一听,哈哈笑道。 哎呀,我们小九真聪明,连这个也知道。 嗯嗯,小九知道,五哥,我们一起把酒买起来吧,反正我们家也没人喝酒,等以后家里来客人了,我们再拿出来。 杜九妹劝道,心里祈祷哥哥千万别打开酒坛子,看里面的酒。 杜五郎见妹妹有心,当然不拦着了,说道,那哥哥帮你挖一个深一点的坑。 有了哥哥帮忙,就不需要杜九妹撅着屁股,坑哧坑哧自己挖了。 杜五郎拿着铁锹,挤个来回,坑的深度已经变成两尺半了。 好了,哥哥,埋太深,不好挖出来了。 杜九妹小心翼翼地把密封好的酒坛子放入坑底,坑口倒扣一个挖了边的瓷盆。 大哥,赶紧用土埋上吧。 杜五郎产土埋好了坑,杜九妹小心翼翼地用手拍拾了泥土,才跟着哥哥回到前院洗漱。 杜四看到杜九妹浑身泥土,微微皱眉,平日里都是八郎那小子祸害衣服,可小九怎么也跟着,有模学样了。 杜九妹哪里看不出娘亲杜四不高兴,连忙道。 娘,我刚才去茅厕,不小心摔倒了。 一听闺女摔倒了。 杜四又担心闺女摔坏了。 连忙过来帮着拍打杜九妹身上的衣服,问道,可有哪里疼? 杜九妹摇摇头道, 没有,我穿得多,一点都不疼。 在边上洗手的杜五郎闷笑,自家小妹咋就变得精明了呢? 若是娘亲知道,他们把酒埋在地下,定会一阵唠叨。 夜里,杜九妹去了一趟空间,种植的高粮,一个也没出苗。 看到这里面,除了酒果,好像也没其他的植物。 难道这个空间是个不毛之地? 想不明白,杜九妹无语。 唉,唯一用得着的,就是这个空间里的酒果了。 不过,一想到半个月之后,就能喝到甘甜醇香的美酒。 这个小小的遗憾,也不算如何了。 历日一早,杨氏杜七妹做了早饭。 吃饭的时候,杨氏说道, 今天,我带你五哥去县城,找点绣活做做。 你们三个在家里,哪也不要去。 杜七妹是家里最大的,连忙说道, 嗯,娘,您放心吧,我在家里,看着弟弟妹妹。 杜八郎眼珠子滴溜溜地转。 想着等娘亲一离开,她就去外面,和小伙伴们出去玩。 杨氏跟着杜五郎一起去县城, 需要步行半个时辰到镇上, 然后再花六文钱坐牛车,一个时辰才能到县城。 如果顺利的话,天黑之前可以赶回来。 最近的经历,让杜五郎瞬间长大了, 她作为男人顶门利护,保护娘亲,成为这个家的支柱。 杜七妹送走娘亲,拴好门, 然后洗衣服,打扫卫生, 让杜九妹和杜八郎两个在前面玩。 这点活不多,杜七妹全部包揽, 不让弟弟妹妹上手。 之前在杜家大宅,杜七妹不光要洗娘亲, 哥哥弟弟妹妹的衣服, 还要洗全家上下的衣服, 夏天还好,都是薄的衣服。 水也不凉,可到了冬天就苦了, 手上被冻得肿成馒头, 一到晚上又痒又疼,非常难受。 相比较以前,现在的日子可真是太好了。 杜八郎想出去玩, 趁着姐姐不注意,偷偷跑了出去, 气得杜七妹拿着扫把追出去很远。 八郎不听话,你可得听话。 杜七妹拉着杜九妹的手, 一起进了院门。 杜九妹扭头, 羡慕地看着获得自由的杜八郎, 其实她也想出去转转。 重新拴好门, 杜七妹继续洗衣服。 杜九妹觉得无聊, 就去了后院, 把把草,找点活干。 拴上了后院的小木门, 杜九妹进了玉佩空间。 散步在千年教池里, 杜九妹惋惜不已, 巧妇难为, 无米之吹, 没有粮食, 即使有千年老教池, 也酿不出好酒啊。 原以为种点粮食, 自己私下里酿点酒, 可这倒好, 空间里的那片地, 根本长不出苗。 再看看, 不停鼓鼓冒出的泉水, 也不知道, 这泉水有啥用。 杜九妹找个瓦罐, 装了一摊子, 准备到外面, 试试有没有毒。 如果没有毒, 可以喝, 这泉水可比他家院子里的井水干净。 瓦罐不大, 杜九妹拎着手里, 可从空间里出来的时候, 突然被地上的一个木棍子绊倒了。 真倒霉, 杜九妹不光摔倒了, 瓦罐掉在地上, 摔破了。 里面的泉水, 全部进入身边的泥土里。 唉, 昨天身上弄了一身泥, 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, 又弄脏了。 好在娘亲不在家, 杜九妹灰溜溜地换了衣服, 把脏衣服拿给七姐。 杜七妹性子好, 只是笑问道, 怎么又弄脏了? 幸亏娘亲不在家, 否则又要念叨了。 我刚才不小心。 杜九妹善善笑笑, 唉, 她已经很小心, 今天摔倒, 算她倒霉。 中午之后, 杜七妹刚做好饭, 就听到杜八郎叫门的声音。 杜七妹开了门, 逮到杜八郎道, 今天你要是再出去, 晚上, 我就告诉娘, 你到处乱跑, 拿你屁股。 杜九妹和杜八郎一样, 都是快八岁的孩子, 要是在前世, 这个年纪正是上学的年纪, 学习各种知识, 可现在家里穷, 杜八郎就跟着村里的调皮小子们, 上蹿下跳, 突然想到大伯父二伯父, 在县城里给人做账房, 想必是十字的, 那他们便宜父亲, 想必也十字吧。 七姐, 你别骂八哥了, 等咱们有钱了, 送八哥去学堂念书。 杜九妹拦着发怒的七姐, 一听到读书, 杜七妹眼睛一亮, 道, 这个主意好, 下午我没事的时候, 我教你们认字写字。 杜九妹一愣, 哎哟, 七姐, 还识字啊, 干嘛这么惊讶, 你们五哥也认字会写字, 这是爹以前手把手教我们的。 杜七妹无奈笑笑, 若不是爹上了战场, 五郎或许也能去县城读书, 过两年考个秀赛回来。 杜九妹见杜七妹难过, 拉拉七姐的手, 道, 姐, 我们现在家里没条件, 我们好好的, 努力赚钱, 送八郎读书, 以后说不定能够出人头地。 杜八郎一听说读书, 很是羡慕村子里去隔壁李家村的私塾念书, 那些识字的小屁孩, 看不起他们这些不识字的, 没少被人笑话。 七姐, 我再也不调皮了, 你教我识字吧。 杜八郎认真的, 光宗耀祖, 出人头地, 太过遥远, 他现在只是想让村子里那些, 去学堂念书的小屁孩吃憋。 杜七妹点点头道, 好, 修房子的时候正好剩了一些黄沙, 我给你们做个沙盘, 在上面练习写字。 一转眼的功夫, 杜七妹就端了两个大大的粗瓷盘子, 上面装了满满的沙子。 沙盘, 这瓶子取得倒是贴切。 杜七妹在井边一次又一次地清洗盘子里的沙子, 直到沙子里面没有泥土, 洗过的水仍然干净清澈, 把两个沙盘放到太阳底下暴晒, 等下午晒干了, 就可以在上面写字了。 干净, 省钱, 食用。 纸张很金贵, 就算是李家村的私塾, 一开始学习写字也是在沙盘上。 杜九妹很好奇, 不过这在杜七妹杜八郎眼里却很平常。 姐弟三人吃了午饭, 小睡了一会儿, 杜九妹杜八郎手拿小木棍, 跟着杜七妹学习认字, 写字。 启蒙十字, 最常用的不过是百家姓, 三字经, 弟子规。 一个下午, 杜七妹教了赵钱孙礼, 周吴郑王, 逢臣诸位, 奖审寒阳。 虽然杜九妹之前学的简体字和繁体字有差别, 但一眼就能认出来, 记住笔画比初学者杜八郎容易很多。 一看妹妹已经会写了, 这让一笑以哥哥自居的杜八郎很是着急, 哎呀, 连妹妹都比不过, 难道是她太笨了? 为了不被妹妹比下去, 杜八郎更加认真学习, 等到晚上杨氏和杜五郎回来之后, 这小子居然也会写这十六个字了, 担心会忘记, 杜八郎一有空就在这沙盘里写一遍。 娘, 今天顺利吗? 杜九妹问道, 看着娘亲胳膊上的小包裹, 杨氏摸摸杜九妹的头, 道, 很顺利, 老板娘还是以前那个安大娘, 没成小, 好几年没见, 还认识我, 只要了我二两银子押金, 就让我带来这么多东西。 其实老板娘担心她手粗, 弄坏了好料子, 只拿了一个小件的绣火给她, 即使这样, 杨氏已经满足了, 只要做完了这些, 她就有三两银子酬劳。 杜五郎从背后的竹篮里, 掏出一个大大的油纸包, 里面有五个大肉包子, 白白的皮, 即使是凉的, 味道也很香。 杜八郎伸手子要拿, 被杨氏打了手, 道, 凉了不好吃, 七妹, 放到锅里热热。 杜七妹脆声道, 爱。 接过装包子的油纸包, 去了厨房。 晚上烧了高凉面的户火, 上面放了蒸屉, 热了包子, 杨几个吃着包子, 喝着西粥, 脸上的笑容发自内心舒爽。 杨氏每天晚上都会用热水泡手, 去掉手上的死皮老茧, 然后擦干净, 在手上涂上一层猪油, 然后用干净的树叶子包住。 外面用一层干净的布包在外面, 希望两只整日干活变得粗糙的手, 尽快变得细致一些, 这样就不会伤着拿回来做绣活的布料。 若是手上起皮, 有道刺会弄坏上好的丝绸。 十几天的努力有了成效, 杨氏的手虽然比不上白皙皙呢, 但也平滑很多, 死皮老茧掉了很多。 杨氏一早起来, 吃了早饭, 便找出绣绷子, 开始做绣活。 杜七妹和杜九妹做家务, 杜五郎杜八郎去山脚下劈柴。 杜七妹对绣花非常感兴趣, 忙完了家里的家务活, 便坐在杨氏身边学, 手中拿着边角料学着绣。 小九, 你也过来学学。 杨氏见杜九妹没事, 就让杜九妹也过来学绣活。 女子一定要学会女红, 以后男人孩子的衣服都需要自己缝制。 娘, 我还小, 我不想学。 杜九妹扎着两个丸子头的脑袋, 连连摆动, 她最大的爱好是酿酒, 才不是坐在那里一动不动的绣花呢, 枯燥无味。 杨氏见杜九妹躲到门口, 也不勉强, 道, 你若是无聊, 就到院子里玩吧, 不过千万不能弄脏衣服。 现在生活舒适了, 杨氏也不勉强小女儿, 等小女儿大一些, 教会她做衣服就好, 至于绣花, 看个人爱好和天赋。 杜九妹一听这话, 现在不走, 更待何时啊。 前院光秃秃的, 没意思, 杜九妹便到了后院, 一打开后院的门, 顿时愣住了, 哎哟喂, 这习惯苗一下子居然出苗了, 而且长得还很茂盛, 仿佛一夜之间突然变得茂盛, 杜九妹虽然没种过西瓜, 但也知道才短短三天, 居然长出七八片叶子的西瓜苗, 不符合科学道理啊。